这只狮子怎么回事儿,看起来也太瘦了吧,后腿严重萎缩,完全站不起来了,不知道是不是受伤了。 众所周知,世界上的动物都是有灵性的,和人也能够亲密地相处。 有一只熊狮即使已经饿成皮包骨,可是它依旧拒绝进食,这使得喂养它的饲养员感到十分焦急。 它每天躺在地上,什么也不想干,就连饲养员给它送来大块大块的肉,它都没有任何兴趣。 于是饲养员突然想到一个办法,因为人和动物之间是有感情的,而这只熊狮曾经被一个人救过。 所以这只饲养员就想到了那个熊狮的救命恩人,它可能有办法让这只熊狮提起兴趣。 于是他们就将这只熊狮从一个动物园转向了另一个动物园,因为那个动物园里面有熊狮的救命恩人,它的重状可能会得到好转。 果不其然,当这头熊狮再次见到它的救命恩人之后,十分地激动,兴奋地扑向了它的救命恩人。 一把爆竹,当人们看到这一幕的时候,都十分地感动,毕竟人与动物之间的情感也是十分深厚的。 在恩人的帮助下,狮子慢慢恢复了健康,又再次送回了它原来生活的地方。 十年后,当恩人来到狮子的所在地,轻轻喊了一声,狮子竟然冲出来,隔着栏杆,给女子一个大大的拥抱。 她还没有忘记自己的救命恩人,真好。 而另一边的沼泽里,小象也饿得皮包骨,它会等来什么样的命运呢? 这只小象孤零零地被困在芋泥中,看样子已经挣扎了很久,眼看就要放弃希望,自生自灭了。 正是一个男人出现在她的面前,小象以为男人要伤害她,本能地抬起鼻子警告着对方,但除此之外,她也做不了什么。 男人没有理会小象的举动,只是在她身旁绕了一圈,查看着芋泥的软硬程度。 男人知道,光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,于是叫来了其他同伴, 确定了周围淤泥能够承受几个人的重量后,他们开始研究起了营救方案。 仔细探讨一番后,他们从不远处搬来两根大树枝。 原来他们计划让小象自己用鼻子勾住树枝后爬上来。 可当他们费尽心思找好角度,终于把树枝放好后,小象却好像不明白他们的用意,只是看着树枝发呆。 这一次,他们想了新的办法,用绳子把小象撕条腿绑起来,然后利用越野车强大的牵移令,把小象拖上来。 随着越野车的成功驱动,小象的身体也慢慢地从淤泥里挣脱出来。 此时的他已经几平力竭,无助地躺在地上,不断喘着粗气。 很可能是淤泥太滑,小象的体重太重,他的腿再次陷入淤泥中。 他们只好先用铲子将周围的淤泥清开,然后几人合力将小象拖出来。 绿衣服的大叔抚摸了几下小象的脑袋,似乎安慰了他几句,或是在跟他告别。 几个人原本已经打算离开了,但小象躺在地上不停地挣扎着。 看来还是得他们的帮忙,小象才能站起来。 男人把手塞进小象身下,用力一抬,用自己的身体给小象做的支撑。 小象感受到支撑力后顺势爬起,站起来后小象用橡鼻子轻轻点地,仿佛是在致泻。 我们在生活中一定不要去伤害那些动物,如果可以帮助,尽可能地帮助那些动物。 赠人玫瑰手流鱼香。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,动物是我们永远的朋友,它们拥有最纯洁的心灵,这也在感染着我们。 不要忘记订阅点赞和评论哦,我们会给您带来更多动物们的温暖小故事。 我们明天再见啦。